歡迎悠嘉 謝謝 可以用廣東話介紹一下自己打殺招呼嗎 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悠嘉 好開心來到香港 很厲害 沒有退步 廣東話 還有我想問一下 就是你今天來到這個活動 是不是要跟我們分享一下你的保養皮膚的心點 這次很開心 這個可以跟人家合作 然後 因為平時都是在做音樂 然後跟歌迷朋友可能也分享一些心理的想法 那這一次呢 這個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這個護膚品 就是護的密帖系列這樣子 那平常有運動的習慣嗎 平時也有運動的習慣 這個因為其實保持運動的習慣還是很健康的 但是我不是每一天都會去training 對 我不會每一天都training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要保持自己好的狀態是很重要 特別是照顧自己的身體 所以我覺得一個人如果要很健康的話 當然這個身體很重要 內心很重要這樣子 那我覺得像如果能夠有一個好的產品 讓我們的皮膚也覺得很好狀態的話 我覺得那是可以當作是一個很棒的禮物這樣子 會不會教你的老婆幫你去查這些護膚的護膚品呢 平時不會叫她幫我擦的 對對對 因為這個 有時候自己擦就可以了 你一直敷面膜這樣 對 因為其實我 我平時只有上工的時候 化妝師會幫我敷面膜 我平時自己在家的時候 不會花時間 會想要花最少的時間 對 所以我會比較在意 欸 比如說 這個 是不是臉有保濕啊 所以其實我擦 護膚品都要擦得很快 用很小的東西 所以像這個 我也就可以跟大家分享這個密鐵的 我怕我講錯那個名稱 啊 換光修護精華密鐵系列的 對對對 它裡面有這個 大家主推的NAD Plus的成分 大家可以有機會的話可以試試看 嗯 所以這一次是香港的一年來香港嗎 還是這一個月有過來過 我上次有來這個香港 我們有做一個 最近有做一個表演 唱了兩天呢 嗯 可是有覺得有差別嗎 跟之前就是一年沒來 廣東話有沒有就是不靈光嗎 廣東話一直都 啊 廣東話好像講的話 講我想一下 應該有一點點進步吧 因為其實 可以試一下現在要廣東話 哈哈 可以吧 哈哈 但是我覺得我唱 因為我很喜歡廣東歌 所以我希望之後 還會有三個廣東歌 嗯 就幫大家 給大家聽 嗯 還是很好 對 可是你有跟香港哪位音樂人 就是有聯絡啊 有合作的想法嗎 啊 最新的最 最新的 一首歌 馬來滿安留孩童 然後之後還會有一個新的合作 大家可以 可以 可以 可以透露一下 什麼時候會出來吧 哪個計畫 啊 會有一首廣東的作品 很快喔 很快很快 當然是跟之前不一樣的 呈現的方式 大家期待一下 期待一下 是不一樣的時候會不會覺得 是我的作品 我的作品 嗯 唱的時候會不會覺得 養字很難啊 啊 那一首歌我還沒有仔細的去唱 但是你們很快會聽見啊 有練習嗎 啊 驚喜 驚喜 哈哈 真的會是驚喜的喔 這個真的是驚喜的 不是亂講 尋演還會來香港 尋演 啊 IDOL的尋演已經快要結束了 嗯 對所以 啊 希望之後 有新的作品吧 但是對新的演唱會 啊 的想法還沒有很 很明確 嗯 所以這一次呢 是來幾天 因為昨天有看到你是咖啡店 對 來兩天 我等一下就回台北了 哦 所以就沒有機會 關一下香港了 對 昨天已經很蠻好玩的了 那會不會舉辦一些香港的 一些見面會呢 那之後 見面會 對 見面會 Only Today 哦 OK 最近啦 最近的話真的只有今天 嗯 有帶小孩來過玩嗎 有啊 有去香港Disney 覺得很好玩 因為香港Disney 現在應該是 唯一有 啊 啊 那個Frozen Frozen Frozen 那個主題的Disney 嗯 好像 好像全世界現在只有香港Disney有 有Frozen的這個 那叫什麼Arendale 對 哪個Sar Gem 那是沙嬌 沙嬌 跟家人一起過 對對對 生日的時候剛好有安排了一段時間是跟家人一起度過的 所以希望那段時間要好好的休息 因為其實這個平時呢我都會 平時我會努力讓大家自己一個禮拜可能至少要休息一天 但是有的時候真的沒有辦法的話 嗯 還是要挪出一些時間休息 因為休息對人是很重要 對 你不能只 只努力不休息 那樣不對 怕不怕會修得很多蛋糕會影響你的運動的計畫呢 因為我其實沒有很喜歡吃甜的東西 對對對 但是我還蠻喜歡吃香港的飯 有什麼分別的還是台北的 不一樣的米 米是不一樣的 米是不一樣的 所以只喜歡吃那個白飯嗎 還是哪一些菜也喜歡 其實我很喜歡吃不同地方的白飯 對 所以如果 對 也沒有特別要配什麼菜 特色的香港菜 像我昨天去的那家店 它是一個我覺得很有特色的一個咖啡店 對 它是咖啡店 可是它有很好吃的牛肉 大家可以看我Instagram 對啊 是香港的朋友就上你去嗎 對對對 他們你的小孩 會什麼禮物給你啊 我的小孩還很小 他們應該只會跟我要禮物吧 但是我覺得我的小孩他們 因為他們 他們擁有的東西不多啊 他們可能 可能畫畫 可能 對 其實你有時候 其實我會感覺 這個我們家兩個小孩真的很棒 他們會捨得把他們 平時最心愛的東西 會願意跟爸爸媽媽分享 兄弟 這個兄妹互相分享 其實爸爸看到會很開心 還有想要再生小孩嗎 目前不會了 對 因為我覺得 兩個對我們家來說 已經算是 算多了 算多了 謝謝